中国女排飞赴回国备战 蔡斌下课谜底公布 李莹莹说了番公道话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 麻烦大家给视频长按下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视频给更多关注中国女排的情味看到 谢谢大家 那么我们知道在前段时间 刚刚落下帷幕的四联赛当中 中国女排呢 没有取得一个很漂亮的成绩 当时呢 我们只不宜八强输给了意大利女排 也可以说呢 留下了小小的遗憾 毕竟在去年东京奥运会当中 中国女排呢 没有能够小组突围 也可以说在外界引起了广泛的质疑和批评 也让中国女排一度呢 陷入很大的阴影当中 所以进入2022年四联赛 作为我们的首战 很多球迷自然也期待中国女排能够迎来翻身之战 能够争取拿到冠军 但很可惜啊 最终还是因为整体实力呢 确实是有一些差异 确实和世界的强低对比呢 我们整体还有提升的空间 所以最终的很遗憾 没有能够拿到这个冠军 在结果出来之后啊 我们可以了解到呢 中国女排有些球迷呢 也在网络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质疑声 甚至呢 关于蔡斌下课的声音呢 也是 此起彼伏 那么对我们整个中国女排的质疑声呢 确实是不少的 所以我们也看到在最近的很多球迷也非常的关注说随着中国女排整体的成绩 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 蔡斌最近会不会安排下课呢 中国排协会不会说像竹男竹那样的安排另外一个主帅来接替蔡斌带领着中国女排 去备战后续的事情赛呢 而就在最近的随着中国女排在近期从土耳其飞赴回国 去继续备战四联赛的一个情况来看呢 也可以说随着媒体的报道传来我们可以了解到最终蔡斌是否要下课的真正的谜底和悬念 目前根据媒体的报道中国女排在四联赛这边完成了修整以及我们整体的收拾之后呢 就在最近的19号我们呢是按照日程 直接飞赴回国来继续呢 进行一个调整 后续大家也知道在9月底和10月初的中国女排将迎来非常重要的重头戏 中而这个市井赛 所以对我们而言接下来回国之后呢 将会在宁波北伦这边继续集训然后呢去备战这一次的比赛 争取获得更好的成绩 就在最近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那么蔡斌也明确表示了 接下来会继续带着球队去备战这一次的市井赛 我们的从此前四联赛也收获了很多 他希望大家能够在后续的比赛 争取 争创佳继 所以从目前蔡斌这方采访以及表态当中其实能够看 看得出来呢 接下来蔡斌的话还会继续带着球队去备战后续的市井赛 那么关于此前传出了一些下课的谣言呢目前来看也是不存在的 起码呢目前哪官方呢也没有官宣任何的消息 所以大家呢也没有必要太过多猜测说 谁到底会不会离开中国女排这个集体 当然说实话从目前来看了关于中国女排这一次整体的比赛到底表现的如何是不是很差劲呢 其实我们中国女排的主力核心李盈盈呢在最近比赛结束之后也说了一番公道话 他的这番话呢也可以说呢为蔡斌以及一众主力球员了 去证明了 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 那么李盈盈呢在社交平台当中进行了这一次四联赛的总结 他说呢留下了遗憾但是呢也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并且他也表示自己呢得到了对方主教练的一个认可 接下来呢他也感谢了支持自己的一些球迷 也去提到了那些来去谩骂和批评自己的球迷 不过最终呢他也是提出了一个小要求就说呢 希望大家的一个谩骂声呢能够少一点也希望大家能够彼此理解 互相信任继续携手 在下一站 再见下一站了取得更好的成绩 所以其实从李盈盈这番话当中我觉得其实呢已经听得出来了 他他作为核心球员的对本场比赛的整体表现了已经是有所满意 虽然说呢没有能够拿到冠军肯定对于每一个职业运动员都会留下遗憾 但是起码呢我们已经达到预期的目标 这也就证明蔡斌带队取得现在这样的一个成绩啊也不算是糟糕的 起码对大家而言呢 实现了我们在赛前制定的计划 如此一来呢其实也算是完成了任务 所以可能接下来对大家而言的不妨把更多的目光 放在后续的市井赛 相信中国女排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